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,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神秘人物,比如鬼谷子,其实这就是一位极其神秘的人物,因为他的才华比较全面,不仅精通军事战争,而且自己的理论知识也是十分的渊薄,自己当时也是足智多谋,一心辅佐皇帝治理天下。 其实自己的才华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,但是大家很少知道,他还是一位好老师,他的学生也是名气很大,比如孙斌等,都是自己的骄傲,当然思想上,他们也是比较的相同的。 鬼谷子的为人处事也是有讲究的,当学生们游学知识,自己当然也是给一些建议,让他们能够好好学习,施展自己的报复。 鬼谷子 如果不善与人交谈,记住这四则口诀,今后你将反败为胜。 第一就是如果和贫穷的人说话,其实靠的就是利益。 如今社会,人们大家相聚在一起,无非就是关于利益的纠缠。 其实大家都是出于自己的个人利益这个动机,如果想为你所用,那么这个人肯定是有所动机的,其实这话也是很有价值的。 当你想任用一个人的时候,你必须了解他的需求,满足了他的需求,他就会听从你的安排。 第二就是和自己的领导说话,必须要用很奇特的事情打动到他。 如果和自己的下属谈话,肯定是用利益吸引他。 其实大家想想,现实无非就是这样,同时就是学会换位思考。 当我们向上级汇报时,要是先做好准备,了解他们的需求欲望。 这样自己才会有更多的被尊重机会。 第三就是,和有权有势的人说话,自己的态度一定要有趣事。 和土豪们说话,那就是讲究豪迈。 趣事这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很很简单的道理。 待人接物就应该有怎样的态度。 面对别人要自信,通过自己为自己争取尊重。 不能让别人看扁。 第四就是和商人说话要有利益的诱惑。 和那些善战的人谈话,那态度就应该谦虚一点。 其实有钱人在乎的就是利益。 利益最大化。 自己也就会得到认同。 也会真诚地和你交朋友。 而那些身份地位相对来说比较卑微的人来说。 其实我们要多为人考虑。 给他们尊重。 态度谦虚真诚。 不能仅为了自己的利益。 这样做自己同样会得民心。 得到大家的敬佩。 其实这些话都是比较实用的。 经得住历史的检验。 现在也是比较有用的。 如果自己不善交流。 那就好好学习。 说不好下次谈话就是你的机遇。 。